昨日我们讲到同观他不认输,他每次又听了风味和不声的计划,只用一刺长蛇阵攻破梁山坊,于是大军休整过三日之后,这一天天梦江就已经是煮饭让全军饱食一餐,原来带队人马就即使大刀阔斧地出发。 当他们摆开阵地,来到罪保江前,同观派人四周围查探过,连结个个返回都说,不见到半个梁山的人马,同观听到的心很思疑,立刻艾提风美不声过来问, 梁山坊这次又不知搞什么诡计呢?他们没有人在罪保江前跟他们交锋,再向前行就茫茫水薄了。 梁山坊说,我们没有人在罪保江前,怎么算好呢?不如退兵也好嘛。 梁山坊就说,书上,我们已经是连输两阵了,如果不赢回一阵,一来军心肯定重要。 梁山坊说,书上,如果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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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上. 向前冲,我们人马那么多,又快起了长蛇阵,下距什么呢? 童冠听过这么说,至少指挥人马就继续前行,他们越过了罪宝江,一路走着水渤边,都见不到半个人马 童冠仔细地看下,只见水渤的体这么宽阔,茫茫荡荡,四周都山着一个多两个人高的芦苇,远远望过去,在水渤深处,有一个山寨,山寨顶上一面杏黄旗在迎风招仰,上面只是写着替仙行道四个大字, 只不过,除了那面旗,被风吹到发发下之外,四周还有一些动静都没有。 各位,这又显得同伴带兵的水渤草率,你明知要来征招梁山坡,对于这里的地势地形一定有所了解,有所准备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有名叫梁山水渤,但是同伴带来的全部都是骑兵步兵,来到沙滩水渤前边,他才发现,这次自己不单没有带到半个水军,连战船都没有征择到。 那现在大军就逼在沙滩水渤前边,你说怎么算好呢? 同伴就叫人,快点去四围看下,见到有渔船的全部都跟我征择过来,那些军兵于射四周围去找。 突然间,有个士兵指着盧伟林的深处,哎呀,那里有一只渔船啊,众人定眼一看,果然,这见对面无几远的地方,在盧伟林里面,这只小船,船上面坐着的人,头大青竹粒,身着绿梭衣, 挖在船费那里,身着很悠闲地钓着鱼,风尾见你走走眉头说,这个渔夫,现在两军弄得交锋打仗,他居然那么悠闲地钓鱼,会不会是梁山财人吗? 同官就说,哎呀,就算他梁山财人又爬什么去那么多呢?他只有一个人在书,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难道怕他吃了我们吗? 大人,把他叫过来,于是有军兵的大声叫,喂,你个渔夫快点过来,那里元帅有说话要问你啊。 那渔夫听到了,打仗的头就说,嘿,我正在等大雨上吊,不得闲啊,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啊。 于是同官就叫那些军兵问,你知不知道梁山财人在哪里啊? 那渔夫听到吓吓大笑,梁山财人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就知道,现在那些财人就在岸边了。 同官一听就发火了,是由此理,他已经就敢弃弄我们,不用他肯定是梁山财人了。 那人,给我放箭射死他。 那两个马军就立刻驱马而出,大家弯弓搭箭,吓吓! 一,两支利箭向着渔夫后背直射过去,才能啵啵啵两声响。 两支箭射中渔夫那件梳姨,他就跟着屏屏屏屏两下,不射不入,就掉下水了。 这两个马军,在铜冠的亲兵队里,算是神箭手,一见到这个群形,大着射了声, 凌鑽身向铜冠品告说,原来,他们两箭射中他,但射不穿他的梳姨,不知道他身上穿着什么。 铜冠于是再叫三百个弓箭手过来,在沙滩面一字排开,向着渔夫拼命地射箭, 那个渔夫不光不望,只是将手里面那条长长的竹子的筑箭轻轻摆动,凡是射过来的面门的箭全部都被打开, 其他的箭射中他的九粒,凡是射中他的竹粒和那件梳姨, 其他箭射一阵乱响,他的箭全部都自杀落水,同贯箭射他不死,于是叫了五十几个色水性的军士下来, 叫他们脱了衣夹,下水去捉这个渔夫,凡是捉到他重重有伤,那些人立刻脱了衣夹,拿着箭刀向小船游过去, 那个渔夫见到下下一笑,送死的泥浪,他举着竹膏,抠定那些人过来,都不用看,哪里水响,竹膏就向哪里,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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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年扮起了十几个人,后面的军士见到,哎呀,不是老婆,这个哪里人,即是极命艳罗,还怎样靠近前面, 另转身拼命游回头,同贯箭射到这更加热火,一次过展起了五百个军士, 让他们全部脱脱衣夹,下水去捉这个渔夫,才能够游回来的军法从事,那帮人见到这样,没办法了,再加上人似着人多,似着另转身,又向那渔夫这边直游过来,那渔夫拨转船头,指责同官人闹, 你这个乱神奸责,害老百姓的禽兽,今天来到他们梁山,还未知死, 同官听见就发火了,叫马军一起放箭,他如虎吓吓大笑,哈哈哈哈,同官兼狗,你又中了他们军士计了,你看,梁山人马来啦, 他如虎吓一指,然后扔掉梭衣和竹粒,一翻身停一声,就跳进水底之中,各位,这个渔夫是谁呢? 他只是浪里白跳张顺,刚才他戴着竹粒梭衣,为什么那些箭射不进去呢? 原来他的竹粒,里面伤了一件熟铜皮,身上的梭衣也一样,就好像背着厚厚的龟壳一场,所以那些箭射不进去,现在张顺一跌到水底,同官派来的五百人就惨了, 这五百人虽然都说是污水性,但是最比浪里白跳泥,在水底,他们甚至跟大人打架,一些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被张顺拿起尖刀一刀,一刀一个,一刀刺死了五六十人,剩下的那些人见到不是了,还见到来得什么军法杖命, 凌转身拼命地爬上岸,同官见到这样,真是气急败坏,正想亲自斩下两个逃兵,不让那些人再退后的时候,不如指紧,有人指着前面说, 哎呀,哎呀,哎呀,喂,那面的幸黄旗动了,同官定眼一看,果然,原来山顶迎风飘扬的那面幸黄旗,现在不知何时居然动来动去,同官的心更加输了,哎呀,那是什么意思呢,宋将亦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 那个风味就说,不如这样,派三百铁夹军分成两队,逗到山后面,再作茶探,看看是什么回事,同官刚刚要派出人马,指定了盧伟从东, 一声豪炮响响住,在岸边的盧伟隆全部烧起上来, 接着两边派出的探士一齐来回报,在梁山博的伏兵到了, 同官听到是真是大喜一惊,风味不胜的马上两边派人, 这些军事不要乱动,大家执定兵器,排成阵势准备迎席, 然后又派出了全冥兵,前后通知大声喊,大家站定在市, 站好队营,不好练动,谁敢拧禁走,立斩无声, 刚刚扎定的三军人马,忽然之间,听到山背后, 古声震轻,杀声动地,一吊带着皇旗的军马飞迫而出, 当先两元虎将,上面一个是美炎公诗筒,下面一个是插刺虎雷云, 两个人,带着两千人马,向着官军的后阵击杀过来, 同官马上叫大将风味不胜,当先刑敌, 两人得到杖命,罩马挺枪而出,不幸大声喊, 无知草财,我们天兵来到,不来投降更待何事啊? 雷云在马上大笑,你这个匹夫,死在眼前还敢胡说, 拍马无刀,向着不姓折弓过来,不姓举枪迎战, 两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封尾见到不姓打了这么久都不可以取胜, 惊着在楼阶内,就越容易中梁山的帝,于是拍马无刀,想上前帮手, 诗童和我的声说,来得好,接着拍马上前,四个人分成两对施杀, 大家真是打得精彩,同官在后面看得都不断可彩, 打打下,突然,诗童雷横两个卖个破阵,拨转马头就走,不姓丰美两个, 以为人家打不赢想撩,立刻拍马接踪过去,同官惊着他们两个失陷在敌阵之中, 马上吹动人马,在后面就赶过来,雷横珠和两人一队战都这样, 一齐哼哼地吓吓一声,轻转头就拼命就走,同官惊着梁山的人马害怕, 只是指挥跟他拼命地追紧的时候,显示一串过山国,忽然跟蹦蹦两声豪炮响, 接着战鼓雷鸣,咦,难道又复兵? 同官不敢再向前追,马上约束人马,一定在此准备迎敌, 在这阵子,一招人马都不知道何时已经上去最保光的山顶, 同官定眼看着,只见在山头一束军马,彩皮交险,正宗那个, 正是山东及时宇夫保义送光,背后是军师吟用,入魂龙公孙正, 还带着金枪队的徐玲,带着银枪队的花荣,一群好汉,毕定在山顶, 整群人在山顶,指着同官拍手大笑,同官惊设,你更快计? 哎呀!有一群梁山的刘罗兵,一边弹起乐器,一边唱起歌上起, 唱什么呢? 同官是草包,大惊杀胡闹,今日入梁山,实行没定跑, 同官听到的心,哎呀!都不知道多么生气, 一下子,什么对方有诡计,有埋伏,全能都不记得, 只有此理,你这帮扮财草扣,就这样来弃弄大臣,我亲自捉了你这个宋公来, 同时又将你碎尸满断! 说完之后,他指挥人马,就要亲自上山捉宋公, 鸿尾立刻压迫他说,书上千万别中计, 这帮财人把这些款式出来,肯定又不知有什么诡计, 什么三军主帅,不可以撕入危险之地的, 我们现在暂且退兵先,等打探好虚实,然后再和他们撕杀。 胡,胡说,事情现在来到这样的地步,怎么能退兵呢? 现在又要和这些财人交锋,既然宋公这个财头就在眼前,怎么都不可以退兵。 他说话未说完,不然之,听到自己的后军队一起立坑, 有探知来稳告,山后边的静西方那树,有飙人马冲了过来,将他们后军斥断了。 各位,同观摆了一个一次长蛇阵,这个阵势连环往复,怎么会这么容易被人冲断呢? 这儿又看了军斥断的计划,同观摆这个一次长蛇阵,本来真是可以手尾相应, 你就不容易攻打他。但是刚才吴俊,首先派出插刺虎雷幻,美炎公诸童, 两个人前来挑战,打了一阵,炸帝打不赢,兜着罪宝江的炸路走,同观大军向前追, 开始的时候他近世都没有乱,但是追着追着,就变成了整支队伍兜着山来跑, 那长蛇阵贴着山边跑了大半个圈,变成了整支队伍,好像一条长蛇阵着山那样, 你这阵子啊,你想快点调转个队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用去山顶将这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 厚硬时机,算是挥动旗号,指挥伏兵,在山的转角位那里一路杀出来, 当同将同观的军队折成两折,同观这个时候才会惊,马上指挥队伍, 前队就破坏了后面就揪,谁知他队刚刚转动的时候,在东殿山的转角位, 又是飞出了一队人马,一半红斜,一半青旗, 而未来的正是霹力火崇明和大刀关政两个,两个人冲杀过来大刀开, 同观留下手及再炒,同观发火了,由丰美的自主关政不幸去打崇明, 两个人又是一阵施杀,但是这个时候,后军这些战鼓声纳喊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响, 同观也不是了,就立刻凌金收兵, 谁知他这头一队兵,夺见诸铜雷环,又带着黄骑军就杀回来, 这一下,同观的七万大军,摆出来的一次长射阵,就被梁山伯分开几段来施杀, 同观的兵马虽然多,但是这个时候,围着山来跑, 长射阵,在几个关节的转角位,被梁山伯自主尸杀,后面的人马没办法冲出来帮手, 前面的人马要退后,又被后面的人迫住, 一时间,对形戒练,军心换战,同观战感知不见当, 立刻就招呼丰美和北正两个,保住他,打斜向外冲出去, 他刚刚走得几里路远,忽然之间,旁边的两路军马截冲出来, 迷手正是双尖呼缘着,炮子头临通, 这一下又将同观的人马冲散了一大本, 这时,四面都是梁山伯兵, 不要放走同观,杀了你这个烟炸, 这叫声就此起彼伏,叫到同观就胆战心惊, 他不理得那么多,带上他那些残兵敗将, 运着那些小路山林就拼命地跑, 怎知跑得没多远, 虽然前面的军兵大声戒起来, 原来在树林里又杀出了一队暴军, 为首的两元将领, 正是花和尚老智森和行者武宠, 两人带着军兵大声叫, 不要放走同观, 这两个人, 在出习猛虎的重要厉害, 老智森那些贤将到处, 军军这边的人仰马斑, 行者武宠就戒斗得起, 军军对令又哭哭哭哭, 同观的抵挡不住, 即刻就叫上风味不声他们, 打斜又向外极冲过去, 现在就在这个时候, 不然之间, 又有两元猛将拦着去路, 这两元猛将, 一个拿着酸花大虎, 一个手执两支素白亮银枪, 正是急先锋索小, 和双枪将拱平, 两个人也不出声, 向着同观直弓过来, 同观立刻叫, 快点找人给我挡住他, 这个时候, 那个牧州兵马刀禁王 正是马上挺枪而出, 正是刚刚冲上前, 索超马快, 已经跑到他前面, 手起虎落, 当同将他斩落那下, 寒天轮走来走, 正是被董平一枪击死, 风味和不胜两个见到, 不敢再上前交战, 保住同观拼命地跑, 刚刚走上山坡, 就看到四面八方梁山的人马, 向着山坡直冲过来, 大家都大声叫, 不要放手同观, 同观立刻下来受死, 哎呀, 哎呀, 这人真是天忘我也, 天忘我也, 同观拼得灰心丧气的时候, 好处一招人马赶到, 带着同观杀出重围, 同观静眼看看, 原来剩下来的陈州兵马刀监吴丁义, 和许州兵马刀监李明, 两人带着残兵败将, 拖命地带着同观, 向山外的直闯, 前面刚刚又走得几里路, 突然间, 前面有一两元大将团住去路, 一个, 正是拿着三尖两人刀的九文龙使盾, 另一个是青面收阳之, 两人截着李明和吴丁义, 大战起来, 战了三十几个回合, 吴丁义使方先骂劲, 偷硬一个机会, 打斜一击, 想着向着史俊的隔离底折击过去, 谁知这下就重正史俊计, 史俊计特意放他破坏击过来, 只见他将身一闪, 那些方先击是截着隔离底折击过去, 史俊跟着, 手肘一沉一夹, 用隔离底夹着对方的长击, 然后单手举着那把三尖两人刀, 翻身一砍, 当堂将吴丁义砍成两段, 李明见吴丁义被人砍成两轮, 驾起来, 扑转码头想走, 你杨志一声大渴, 走拆你走到哪里, 哇, 你一声大渴就真的好像情片匹匹一样, 吴丁的当堂客的云霄拍散, 淡箭心寒, 连他手里连那支枪, 他一下子客就借了到地, 楊志顺手一刀, 在他头顶踢落, 吐尺位那里踢出, 整个人在正中的刀开两段, 可怜他半世军官, 终于霸成南蛾一蒙朗。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